一百隻無人去混亂來新空電腦 開始變化到圖案 分配輸出台南市的市府 還有南科的這個議員 這頓的這個圖案 競到在現場頭押光管的民眾 看得到相當散敞 這點有在南科管理 叫來古板的第二任界 無人去軍杯的這個競賽 雖然是尊於是反省一個比賽 但是對軟體和技術 和操作人士加工MIT 指導說這重訓練現了台灣的系列 我們這次MIT的團隊 不管在技術 不管在軟體 不管在操作 通通都是國人自己來做 從元宵節到台灣燈會 到現在也不夠短短 八九個月 事實上已經看到了台灣 許多無人機的研究團隊 他們辛苦的成果 這個舉辦這麼多的 五場次的這個無人機的這個表演賽 我相信在 我們可以透過表演 彼此切磋 彼此努力 求 互相露氣求進步 我們 出席的華東科技 部長有丹隆基 剛才是讓華東 加大鼓勵志願 也說無人機奔過 是一種 天憑著 這個技術 和體育的表現 無人機表演 有新的朋友 有老師帶領他們 期待說 無人機的表演 它也還帶有很多藝術設計的美感 包括音樂 所以我們希望科技 跟更多藝術的結合 讓大家感受到說 生活科技的來臨 那台灣是可以有這個實力 我們在未來這些創新 能夠佔有一時之地 5號這場喜歡表演 總共變化在國內 向在地關手的動作 他在這場的競賽 11月才6號開始到 11月30號分別在台中 分臨到二台南 高雄町有5項的表演 並且可以就近期欣賞 當時拿到演出團隊打分數 臺邊新聞單一聲 南科 蔡芳博德